iPhone 13都已经跌到2K价位了 你们不还在选iPhone X2和11吧 那今天教教就带你们看一下 2499的iPhone 13现在还值不值得买 A15处理器别说在2K档位 直接虐杀万元安卓手机 即便你是重度的大型游戏玩家 刘昌用个四五年完全没有压力 后置双主摄支持前后4K视频录制 不管是拍照还是拍视频 HDR白平衡的处理比1万多的Mate 40保时捷都要好上不少 属于是小白眼能随手拍大片的水准 铝盒金中框加上玻璃背板 配合只有173克的重量 手感非常轻薄舒适 次次净显金字这两个字 而且得益于A15的超低功耗 不仅日常使用不发热 即便只是搭载3227mAh的电池 续航能力报达安卓旗舰的5000mAh电池 我们这台冰框有点小吊漆 屏幕轻微划横 来货2450G2499给到你们 就这样一款性能配置万元级别的iPhone 13 跌到2499直接闭眼冲就完事了